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我名字叫Susate 今天呢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2017的最后一天 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美好了结束这2017年 然后就是跟大家提前说一声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要来干什么呢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超大的开箱 这个开箱是一个 完了 压米网的开销 这个视频可能会很长 所以呢 最好是大家也拿着一起零食 跟我一起开始吃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来看镜头 看镜头 看镜头 好了好了好了 我的形象都被你毁了 就是这么大一箱子东西 开始准备开箱啦 太暴力了我 全都是吃的 这次买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相信大家刚刚也看见了 但是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 随身小火锅 我就先把这个随身锅给煮了 因为它15分钟才可以吃 我把这个背头说明撕裂了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底料包真的很香 但是我也不知道吃出来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只有蔬菜锅的火锅 所以 因为带肉的已经没有了 我就很伤心 很难过 为什么还那套烟 是有什么问题吗 嗯 这是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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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宝贝很危险 趁着火锅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现在需要15分钟 我先定个时期 应该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13分钟开始计时 先看看我买了些其他的什么东西 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补货的 我很喜欢吃的东西 像是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可能在平时的华人超市 就可以买得到 就是天然酵母的一个面包 这个面包真的是非常松软 你咬下去就觉得 好像咬到了一层海绵 咬到了云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它有好几种味道 其实我最爱吃的 还是它的原味 它原味其实就是正常的面包的味道 然后奶香其实比较重 其他的还有什么红豆 豆沙 就豆沙就红豆吧 然后还有绿茶 这些味我就觉得很一般 就是这个 原味的特别特别好吃 另外的就是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玉子馅 长这样的 我包装 我看起来它包装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直接下单了 我可以试吃一下给大家 这个包装好可爱 一条小船的感觉 用水在沸腾的声音 真的听起来好舒服 它上面就是小螃蟹 这是真螃蟹还是假螃蟹 有没有人吃过 好好吃 就是有点硬 平时如果看电影的话 我一定会 我觉得吃这个绝对超的好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上面有一些 像是小小的蟹籽还是什么 你看上面有小小的蟹籽 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小螃蟹 所以嚼下去会超级硬 但是它的味道就像 平时我们吃的海鲜干 鱿鱼干的那种味道 但是要偏甜一点的那个 好吃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叫玉子蟹 这个是一个粮片 我平时这个已经吃过了 它的味道就是 就是海苔加盐的那个味道 所以这个我就先不试吃了 这个是很火的那个小老板的海苔 这个是一个香辣鱿鱼味的 我这个还没有吃过 我之前吃过小老板的另外一个包装 我觉得小老板 就是他身为一个海苔实在是太油腻了 我不太喜欢这么油腻的海苔 所以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推荐这一款嘛 这一款包装的 然后我就也买来试一下 长这样里面长这样 这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有一种很密集的 很密集的这种片 我看起来有点可怕 说实话 我没有吃到香辣 也没有吃到鱿鱼的味道 我吃的觉得好咸 但是这个口感是不错的 没有我之前吃的那个 就另外一个包装版本的 然后油腻 这个包装的 挺清爽的 就是太咸了 嗯不是很喜欢 这是博尔家的一个饼干 就是正常的饼干的味道 我很想吃饼干 所以我又买了 这是我在家的同货 这也是个小老板的 什么味道 Original style 原味的 我吃一下这个原味看 可好不好吃啊 大家放心 我都买了 我都买了很多 一大堆那个 夹的那个包装的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都不会浪费的 这个好吃 它上面好像有一层锅巴 米饼 像是米饼啊 我也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反面就是海苔味 这个好吃 也不溶腻 进嘴特别的脆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另外就是味觉糖 面包 好多好多面包 这个也是糖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软糖的人 我不喜欢吃硬糖 我觉得硬糖 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扎嘴的感觉 你们会不会有 就是吃硬糖的时候 感觉它卡着我的肉了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还是只有我一个人的错觉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软糖 我平时没吃干的时候 我超爱吃糖 就是觉得吃糖好开心 就觉得人生好开心啊 这是麻酱 我特别爱吃火锅 所以我买了一些麻酱什么的 这个我想跟大家试吃一下 这个特别特别可爱 我看到包装特别可爱 然后它里面的是那种 小肉 小肉爪的那种打开方式也挺逗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拉的 然后它从这个地方是拉开 是可以有风口的 吃零食我最喜欢的两样 就是有风口 然后大包里面 它是有分开装的小包装的 这种都是超级喜欢 给大家看给大家看 好可爱 我吃的这个 是葡萄味的 这里面有葡萄跟橙子味 没有说它多么好吃啊 反正就是正常的软糖味 但是它是长得特别可爱 我就觉得赏心悦目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大家有没有喜欢吃小小酥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的最爱 然后我当时还特别喜欢吃 旺旺有一个叫大米饼 它上面就是撒着海苔 然后底下就是这种 大大碗的小小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小学的时候的最爱 这个先多吃 虾条也是我最爱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喜欢吃虾条呢 接下来有一个我新买的东西 叫做小王子面 好像是台湾的吧 我也不太知道 我准备打开来试一下 在打开里面有巨多包 小的时候你们喜欢吃干脆面吗 给大家看 就是像方便面 里面像方便面一样 然后感觉像是没有撒过任何调料 刚刚吃了这个干脆面 然后觉得就很一般 怎么说呢 我觉得没有 没有小坏熊好吃 这个一般般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其他味道的小王子 我就不怎么喜欢吃了 如果你们吃过这个绿色味道的话 觉得好吃 比这个黄色好吃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 我可能吃完这一包眼镜 我会很久都不开它 软糖 我拿出来一个我最爱喝的冬瓜茶 你们是不是喜欢喝冬瓜茶 我特别喜欢喝冬瓜茶 菊花茶 就这一类的茶 虽然我知道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其实还挺喜欢吃垃圾食品的 所以就长胖 我冬天的时候 一般都会长胖挺多的 因为我们现在外边是零下二十多度 所以我一般都不敢出去健身 觉得太冷了 怕感冒 因为出了汗 从健身房里出来的时候 天哪 就那种刺骨的感觉 太可怕 然后自己还穿在羽绒服里面 羽绒服里霧的全都是汗 那种感觉 这个很好吃喝 太爽了 这些菊花茶呀 火锅好了 这个还有一个辣鸡面 对对对 这有一个辣鸡面的那个干的面 好大一个呀 我先吃一个这碗 这样的 我其实我吃干脆面的时候 我不喜欢太碎 我喜欢就 就有大口大口吃的感觉 稍微捏一下 好尴尬 这个粉还没撒 干脆面的味道很像小王子 有点油腻 给大家看 它里面就这样撒出来是很红的这种 就像垃圾面的粉一样 我吃一块吧 然后就开始吃火锅了 有蘸红哦 我再蘸一点 它就是那种甜甜辣辣的 不 就像垃圾面的那个味道一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垃圾面好吃 嗯 就有的话太干了 主要是它这个面不是很好吃 这面油腥味特别重 还有白鞋 最爱的白鞋的蔬菜味 超好吃 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白鞋的蔬菜味 一定要去试吃一下 超级好吃 无敌的好吃 我先吃火锅 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午餐 粉条 粉条好像好像还可以再煮一煮 然后底下的东西嘛 嗯 这是土豆啊 然后海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是什么呀 好像是木耳 还是海带 反正这几样东西都是我挺喜欢吃的 除了这个藕 藕 我对藕 无感 嗯 这因为是蔬菜锅 也 还有笋 东西 不算多吧 你看这么快的一戳戳到底 就这样 只有这么深 我要开始吃啦 这个锅嘛 我觉得好像 不够我的食料 真的有点少 主要是也没有肉 这个价格是多少来着 好像要十几美金呢 我觉得 如果是十几美金的东西 其实好像可以东西再丰富一点 不过它是方便锅 我原谅它了 第一口吃的是水 嗯 这水也很好吃 嗯 这个锅底料真的很好吃 是真的很不错 哎 发现饱了 感觉 刚刚去拿了一个勺 我吃东西喜欢用勺 嗯 嗯 好吃好吃 就是好像辣度不太够 今天我也不知道想要聊什么 但是又不能干吃 对吧 所以想跟大家稍稍聊一聊 关于我自己吧 我之前看到有几个小朋友 小伙伴 留言告诉我 私心跟我说 说挺想看我的50 facts about me 所以呢 那我今天就稍稍说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湖南人 湖南长沙 祖籍是湖南长沙的 很早就到外面读书了 所以 这就是解答大家 为什么我的口音 没有湖南口音 可能有一股北方的口音吧 很多人都说很喜欢我的口音 但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的口音是什么 蚝也挺好吃的 但是蚝没怎么入味 主要是我对蚝无感吧 可能就觉得一般 木耳 嗯 还是很烫 底下还一直都有在加热 我现在在美国读书 本科学的是金融专业 然后现在学的是Digital Media 就是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就是什么呢 大概 像我们的学科有做平面设计 设计包装啊 设计设计海报 做视频的就是拍一拍小电影啊 平时的作业就是 接下来还有网页设计什么的 本科学金融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认真说啊 就是听到我的话 你会觉得我冒犯你的话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只是表达一下 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学金融这个东西 我不算说后悔吧 但是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我不会选金融的 我可能会学一个 稍微偏技术一点的东西 就像我现在学研究生的专业一样 我可能觉得技术性一点的东西 会比较好找工作 或者说针对性比较强一点 金融嘛 有很多知识 我觉得是可以在日后的 就是工作中 生活啊 工作啊 中学其道的 所以呢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吃着吃着 越觉得这里面东西很干液 但也很好吃 很方便 早知道了 我应该放一点什么肉进去 大家回复我 你们火锅里面最爱吃的是什么 肉这个大种类 还有呢 这个宽粉好好吃 好入味 然后软度刚刚好 我吃 我吃饭喜欢用长筷子 短筷子我有点夹不住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女生筷子拿得远 就是拿得高 就是架得远 有这个说法吗 我要嫁到哪儿去呢 我当时本科毕业之后挺迷茫的 因为我当时特别特别想要读研究生 但是我妈是希望我能够找到工作 工作一两年再去读研究生的 所以当时在美国 其实我待了一年 就是本科毕业以后又待了一年 找工作啊工作啊实习啊什么的 但是就那一年里面 我觉得是我现在这23年以来 度过的最难的一年吧 我现在不是说非要留在美国吧 就是顺其自然 我觉得顺其自然挺好的 我在这读了研究生啊什么的 如果有机会 我就会留在美国工作 如果没有机会 我觉得国内也非常好 国内现在发展多好 你说哪儿都可以用支付宝 美国怎么会有呢 我就特别羡慕 国内可以用支付宝这件事情 出门都不用带钱包 两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都挺好的 如果你也有毕业之后的烦恼 不要着急 倾下心来 你肯定会能找到自己归所的 归所 就可能你一定会找到 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的 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 但是你要努力 想知道看我视频的你们都是学生吗 还是都已经上班了呢 其实啊今年就是新年的前夕嘛 所以我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展望未来的一些话吧 吃了这么久还是很炭 这来人小伙估真的好爽 好开心哦 也不用煮汤了 也不用调酱了 也不用切菜了 就可以直接吃 哦我真的太爱吃粉条了 要不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事情吧 本来是不想说的 但是我就是现在吃饭嘛 不是有点尴尬 刚刚放学的时候 我就从芝加哥 飞雪达拉斯找我妈妈 跟妈妈一起过圣诞节 呃做的是AA的航班 就是 American Airline嘛 结果 发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当时那个agent就说 今天航班已经满了 我们需要所有的旅客 把身上的行李 就是所有的carry on 就是随身的行李 都托运 当时呢 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我就跟他们说 说可以 但是我箱子里面有相机和电脑 呃都是一些贵重物品 麻烦你帮我标记一下 我就跟他们说明白嘛 就是我里面都是很贵重的相机 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一个 比较贵的一个相机 我是很珍惜的 还有电脑什么的 都是挺贵重的物品 然后我身上又没有带背包 所以我不能把这些物品拿出来 我就想跟他们说一下 能不能小心一点 之后那个agent 就回了我一句 说sorry 你就直接上下一班吧 当时我就愣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我上下一班 我就跟他说 就说凭什么让我上下一班呢 我的东西我也没说不脱运啊 当时没有人理我 之后等舱门关闭了 等舱门关闭之后 然后才跟我说话 就直接没有人跟我说话 那个agent就是管那个美国人 就对美国人都特好 就不理我 然后后来等舱门关闭以后 他们才理我 就说你上下一班吧 你直接到哪里哪去换票 就这样 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生气 我就说凭什么 我一 我怎么样了 我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我到底是我的错 还是你们的错 为什么是强制性 让我像上下一班的飞机 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在跟你们交流的过程中 没有人答应我 没有人回复我 然后也没有人就是 跟我说我应该要怎么办 只是强制性的让我做下一班 我非常不能理解 你在没有我的permission 你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之前 你强制的让我进了下一班飞机 上下一班飞机 这一班飞机不让我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时他们不理我 说强制让我进下一班 我就直接说叫你经理来 我要聊一下 然后他叫来了以后 那个经理就说 说我的agent告诉我说 你把你自己的箱子甩了 就是甩到旁边去 还踢了一下 当时我就想翻白了 因为我都说了 我的箱子里面有特别特别贵重的东西 你们在编瞎话之前 也过过脑子吧 我怎么会对我的箱子这样 就是甩箱子 然后踢箱子呢 你们是不是傻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没有干这个事情 我发誓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你把监控调给我看 然后就没有人给我调监控 就一直不管我 然后我要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假装打电话 假装打电话 就是 就是也不知道是假装打电话 还是真打电话 反正我也跟他们说话 他们就打电话 我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那个经理就一直跑过来说 说你到底改不改 你反正下一班是满的 飞机是满的 你上不上得了 也不关我的事 要不然你今天就取消吧 你这样跟我说话 讨厌呢 当时特别生气 直接就是打电话找妈妈 然后找律师嘛 但是因为他们公司太大了 如果想要打这个官司的话 其实挺不容易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然后我脾气也很大 就是当时就是我要投诉他 怎么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妈妈后来跟我说 就是人嘛 在别的国家遇到点挫折 这都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能怪别人 对你怎么样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为了我们以后都会变得更强 干粉条 他是一个惧怕摄像机的小狗狗 每次让他入境他都不入 他叫Seven 是我养的一只边木 今年已经第四年了 当时我买他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个小宝宝 特别可爱 戴文的爸爸妈妈都是选美冠军和 就是智力冠军 所以他们生出来的小孩都特别聪明 他是一只边境物养犬 结果本来是要摆他的兄弟的 到了那以后发现他兄弟都被买 老大哥吃太饱了 到了那以后发现他兄弟被买完了 然后Seven是一只先天 有一点点缺陷的小狗狗 他的腿比正常的边目要短一点 但是就当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了 就有一种缘分在 他呢也挺需要人陪伴的 因为他们家当时一窝生了六只狗 他是最后一只被买走的狗 每次就跟兄弟姐妹一起拉出去卖 但是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剩下来的狗狗 然后我就把他带回家了 他性格特别特别的好 说着说着就吃完了 今天真开心 我感觉这个料啊 当时我看的时候真的不多 然后结果吃着吃着觉得好饱 这里面最冲场面的就是粉条了 所以我下次一定要买带肉的 今天的试诗开箱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再把2017所有的不开心都忘掉 然后迎接我们崭新的2018年吧 对就是这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点击下方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吧 祝大家2018年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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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